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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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谓的志愿服务我们总是把它框定在说 我去医院看望了生病的小孩子 或者说我捐了钱捐了东西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是不是也有另一种来做公益的可能 就是提供出自己的头发 而不单单是自己的时间金钱或者说一种服务 这些都是啊 则几个月 因为我们考虑到就接收到的头发比较多 然后希望假发也可以源源不断地制作出来送给患者 所以我们目前也在积极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包括假发厂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